一场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会发生的逆转 戴茨颖实现了 从一开始的小走赛难以出现困境 到绝处中生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这是2023年BWF世界徐辉赛总决赛的半决赛 对手是戴茨颖最大的竞敌之一 安喜盈 天才少女失误率极低 一直是她的专属词 因此双方势必会展开一场视觉大战 双方历史交手共12次 包括今年亚锦赛决赛在内 戴茨颖只赢下了其中的两次 显然安喜盈牢牢占据着优势 并且在小组赛交手时 安喜盈更是直落两局拿下 或许很多观众认为这场比赛 结果已经一目了然 但戴茨颖已行动证明 比赛是有悬念的 安喜盈是赢了其中的十次 而且从今年的苏杯开始 算上昨天那场已经是完成了 对戴茨颖的六连胜 但今天这一开局 双方是持胶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球 而且动作的一支线很强 因为他也有这种抽后场的能力 所以你不敢动 这个球好球 好球 戴茨颖这边 对于他的单拍出球质量的要求 就会更高一点 你必须第一拍就让安喜盈比较被动 然后再去抓连贯 如果只是常规质量的话 安喜盈是真不怕 你怎么打过来 我怎么打回去 让主动输不应该 这个对角抽得漂亮 戴茨颖今天的整体节奏 比昨天更冷静了 就是没有机会的时候也不着急 有机会的时候再去打加速 是的 自己主动无位的输 也比昨天要少一些 前阶段 现在的问题就是安喜 如果继续像昨天那样 比较戴茨颖的头顶 就像刚刚这一分 他有没有想到 比昨天更好的解决办法 是 关键就是 被动回球也那么到位 但是也没有太好的反击的机会 就是你骗到他 他挣扎能力 他就能上来 对 天内 终于攻破了他的防线 太不容易了 在第一局苦战中 尽管戴茨颖一开始领先 但之后又和安喜颖展开缠斗 不断纠缠至19比20 无奈让出 但戴茨颖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而产生放弃的念头 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绝佳实力 不断去调动安喜颖的走位 减少失误 他打不死就打不死呗 就跟他多拉几拍呗 是吧 就得比他还有韧将才行 回球到位 保证高质量的前提下 其实安喜颖的回球 也是会出问题的了 6比6 是不是也是在想 如果回大队角的话 重心回不来 跑过去眼泪 但是可以就是说 你可以做一些点杀呀 或者批掉啊 就不能轻掉 真没办法啊 是 嗯 好球 确实这种被动球 该看 如果说你给对角安心 真的过来的话 戴茨颖要快速的调整中心 再往对角 是很累 但是偶尔来那么一拍 就像刚刚那分一样 还是有效果 好 好 漂亮 打他安喜颖一开始完美开局 但在戴茨颖的超长发挥面前 也只能徒劳无功 漂亮 大家看戴茨颖这个球 其实没有太大幅度的后仰啊 直接压 这个完场的比赛呢 是从北京时间的下午五点钟开始啊 看谁能顶得住 戴茨颖以21比15 扳回一程 而这也是他和安喜颖 近七次交手里 首次拿下一局 其实是打当行身上了吗 还能行身拍子挡了一下啊 但是戴茨颖还是在正守卫出完球之后被压头顶或者说反手底线的这个位置 嗯 到现在都找不到特别好的办法啊 没有办法 是不是反手 哇 滑板过度啊 好球 随着比赛来到了关键的决胜局 万长的拉锯战对两位学者的体能都有着极大的偏心 丢几分丢几分丢几分其实意义不大 好 对 你看像这样的球 安喜颖凭借防守的优势再度占据上风 但随着换编后连续的失误 让戴茨颖抓住机会 连连追赶至7比11 这次比赛真的是难度对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非常大 但是这个拼的话就是会留下比较大的破绽 这一盘打上了就打上了 打不上的话身后全是空张 眼看追平的希望近在眼前 比分却又再一次被拉开 随着戴茨颖的一次挑球落在底线外 比分来到了10分 在高达9分的领先分差下 或许大家都觉得要结束了 但戴茨颖带来的奇迹才刚刚开始 随着戴茨颖中路一记批杀斜线拿下一分 比分来到11比19 之后更是抓住安喜赢的失误 再度追至14比19 紧接着一排漂亮的正手突击 比分来到15比19 好球 就打拉开拉掉这种球的话 接着又是一波正手突击杀上了的攻势 16比19 但在一次熟悉的挑球落在底线附近时 被安喜赢抓住机会取得赛选 戴茨颖丝毫不放弃 正手突击直线精准地砸在边线上 再追一分 好球 安喜赢的球确实稳了 所有球都集中在中间 登陆杀上往后推对角 戴茨颖的进攻 让连续两次一跃就球的安喜赢 也不一笔电路 好球 这排球杀完上往推就比较果断 如果再做一个动作的话 安喜赢又起来了 比分来到了19比20 之后安喜赢更是狡猾一下 让戴茨颖一举来到20比20 又滑了 虽然说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 最后戴茨颖一鼓作气 正手回抽对角 令安喜赢猝不及防 当网出现失误 来到戴茨颖 对角抽球打 被动球赶抽对角 越打越勇 之后一举拿下 实现奇迹 见外 真的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非常好用我的 难过 对法 好吗 好吗 过要